周启侯迎来最强挑战 第二轮挑战世界冠军 下半区能否属住全扣周启侯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平聊一下周启侯 大家都知道周启侯呢 是咱们国平的一个年轻球员 他也是直冲赛的冠军 他在直冲赛中也是击败了 反正冲击败了马龙 从整体实力来看呢 其实对于周启侯来说呢 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毕竟能够在直冲赛中 击败两名世界冠军的话 他能力还是 对于整个国平的 这五名球员来说呢 可以说是在中上吧 但是呢就是周启侯呢 之前也是参加过几战公开赛 他在公开赛中呢 也是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差劲 甚至输给了19岁的 比例是少的小将 对于一个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的球员 本次实冲赛呢 又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神奇的是四名 咱们的国手啊 都在上半区 只有周启侯一个人在下半区 这就造就了周启侯 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为下半区我们都知道 包括张门之河 包括波尔 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 而且我们的周启侯呢 在外战方面确实又非常的差劲 以往的战绩呢 可以说是非常难看 这次呢 让他面临着众多的 外国的强鼠的围剿 周启侯能不能够突出红围 进入南带这个决赛 可以说让很多球迷啊 也是非常期待 第二轮周启侯就将面对 世界冠军波尔 波尔很多楼的乒乓球球迷啊 也可能都比较熟悉 因为波尔呢 之前可以说是 咱们国拼的一个老对手了 也是 他也是获得过世界冠军 可以说波尔呢 这名老将啊 已经年过接近四十了吧 对于一个这样的老将 他的打法 包括比赛的经验 都非常的丰富 面对我们的外战赛鸥 周启侯 可以说波尔呢 还是占据心理上的优势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周启侯能够正常发挥的话 战胜波尔应该是问题不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丹安达呢 还是采取了七局四胜的比赛 老将的体力啊 可能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场比赛 打波尔应该不会很容易 因为波尔的经验 包括他联场的一些能力啊 想要四比零取胜的话 我觉得周启侯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从第一轮比赛就可以看出 周启侯还是一个慢了的选手 他在前两局的比赛中可以说差点就翻车了 也是由于对手实力确实太差 周启侯呢 是四比零完胜对方 到了第二轮 周启侯就面临了重大的考验 面对波尔 面对这个世界冠军 真正到了考验周启侯的时候 希望周启侯呢 能够真正的放下压力 放平心态 能够呢和波尔 打出一场完美的比赛 也是希望周启侯能够战胜波尔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面对张本志和的挑战 张本志和呢 可以说是咱们国平未来几年最大的一个对手 因为张本志和比较年轻 而且他冲击率比较强 虽然张本志和也是多次败给咱们的凡人工啊 包括马龙 但是呢 如果周启侯发挥不好的话 是很有可能输给张本志和的 所以说 在波尔呢 对于周启侯来说呢 可以说是一个提前的预设吧 如果 周启侯能够在对战波尔的比赛中啊 能够击败波尔的话 我觉得他的信心啊 也应该会有的很大的提升 所以说 接下来再面对张本志和的话 可能会相对来说啊 心态啊 放得平一些 也是希望呢 周启侯能够战胜波尔 战胜张本志和 与咱们国平的选手会试决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